大白女星无意间获得独心术 发现周围的人全在背地骂自己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故事叫做《奇能一世》 来自一部年代有点久远的TVB剧《奇幻潮》 小婉是个享有名气的明星 这天一大早她就被导演叫来补戏 心里自然十分的不爽 导演说给她准备了燕窝蛋挞当早饭 小婉偏偏公主脾气上来 非要让女助理去给自己买豆花 女助理面露男色的回答道 这么早店铺还没开门呢 小婉指着助理就骂 这么简单的事都处理不了 请你来干嘛 化妆师替助理说情 结果被她一起说到了一顿 你拿的工资是我发给你的 又不是助理发给你的 叽叽歪歪哪来这么多说的 做发型的时候 她又嫌弃发型师的手不干净 非要人家去厕所洗干净再来 反正啊 没一会儿周围的人都被她找了一遍麻烦 随后 她在现场看起了剧本 但是看得太入神 不小心将水杯弄倒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灯掉了下来 直接砸中了小婉 电流顺着水杯洒出来的水 击中了她 吓得导演赶紧将小婉送去了医院 很快呀 小婉就醒了 但她却奇怪地获得了毒心术 助理担心地问她感觉怎么样了 但小婉听到的却是 助理在骂自己活该 原来呢 助理一直记恨着早上的事 觉得小婉这是遭到了报应 转过头来 化妆师也在骂她 化妆师天天被小婉找茬 在她看来呀 小婉就是个八婆 导演虽然也在骂小婉 但还是祈祷她不能出事 因为导演还要靠她演的戏 还债和养儿子 唯一没有骂小婉的就是化妆师 因为化妆师还是非常喜欢小婉的 但小婉却发现 化妆师上厕所从来没有洗过手 一想到自己每天被她的脏手摸头发就觉得恶心 随后医生进来给小婉检查 小婉却发现医生和护士有一腿 不仅如此 这个医生呢 还医德败坏 骚扰女病人 并且表示不会放过小婉这么漂亮的女明星 就在小婉不知所措的时候 进来几个警察带走了医生 原来医生被她骚扰过的病人举报了 回酒店的时候小婉遇见了一个大婶 大婶啊 因为上次被小婉投诉 扣过工资 所以十分记恨小婉 巴不得她哪天被垫死才解恨 当面被人诅咒这种事不能忍 小婉抓住清洁工 让人给她道歉 一个路人大叔走过来说 这个清洁工大婶是个哑巴 你要她怎么跟你道歉 这就十分尴尬了 很快小婉去现场拍戏 发现了更多秘密 原来女二号和导演油然 怪不得女二号的戏份比自己还多 现场的纸巾老是不够用 原来打砸的阿姨顺手牵羊拿走了纸巾 更让她震惊的是 每次她换衣服的时候 服装师都会偷看她 小婉因此对服装师有了警惕 这天男友来探班 小婉十分开心 因为世界上只有男友是真心对待她的 然而下一秒她就被打了脸 她发现男友竟然和女助理友谊退 于是左一巴掌右一巴掌 狠狠地教训了渣男贱女 随后难过地跑了出来 开车在高速上狂奔 她心想 为什么要让自己拥有这个超能力 知道这么多只会让她越来越痛苦 小婉疯狂地加速飘车 一不小心出了车祸 磕破了头 出院后呢 她再次遇见了清洁工大婶 但怎么读也读不出大婶的心声了 小婉故意找茬 踢倒了水桶 清洁工大婶还是没骂她 小婉以为自己恢复了正常 于是开心地去了发布会 背后的清洁工大婶 却在此发出了心声 发布会上记者问小婉 是不是因为男友劈腿才出的车祸 小婉当然不会当着记者的面 承认自己为虑 于是说 这只是一次很普通的意外 一边说 一边在心里大骂记者 毫无职业道德 可是没想到 她刚刚想的那些 全被记者听到了 原来呀 出车祸之后 小婉的超能力竟然被反转了 以前是她能听到别人的秘密 现在呢 是她的秘密 全部被人听到 就这样小婉得罪了所有媒体 最后她登上了娱乐版头 恐怕她的职业生涯也要完完了 所以说 如果一个人做事问心无愧 就算别人能听到自己的秘密 那又怎么样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